本欄目由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市分行 特约播映 掌心一点 懂你一点 欲动的幸福生活 就在你的掌心里 本节目由金融街资本独家支持 金融街资本做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价值创造者 猜灯迷 闹元宵 看红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金融街午餐会元宵特别节目 大元宝闹元宵请来了几位大咖 已经有两位嘉宾入场了 我们看看 金融街资本的副总范道远先生 范总 你好 文贾老师 你好 还有新城志远的许俊明 许总 那今天我们的元宵节的特别节目 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就是今天我们将有一位经济学家 跟我们一块来包元宵 跟我们一块来品经济 看趋势 所以我们在等待这位经济学大咖到来的同时 我们先来玩几个灯迷好不好 好 我就想这一下 对 好嘞 直接蹲下来 跟大家提前也要说一下 我们今天的灯迷是由我们的热鞋观众和网友提供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范总 这个是由密罗悟空提供的 尾号是9858 灯迷是爆竹一生辞就岁 范总您知道具体答案吗 我知道 什么呀 年报 是这样是吧 那您还是真厉害的 一般上市公司每年都要披露年报 所以这个爆竹一生辞就岁是年报 非常好非常好 也好大的彩头 许总 我这个灯迷是休假360天 这是我们很向往的生活 我知道了 范总您知道吗 这个我意思还想不起来 许总您知道吗 我大概也知道了 那您跟我们观众朋友记小谜底 好嘞 这位是傲娇张手机尾号9345的朋友提供的 那么谜底应该是个跟银行相关的 我觉得应该是年息 看看 哦 年息 年息 一年休息 非常的有寓意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去迎接一下我们这位神秘的主名大咖 欢迎 欢迎 你好 您好 你好 您好 就您的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资本市场研究院的吴小球教授 今天呢 请我们吴老师陪我们来包元宵 我估计观众朋友 也是第一次看到经济学家包元宵 那我们现在要不然就着手 把这个元宵包起来好吗 你好 我们准备了三种馅 那就黑芝麻吧 对 对 对 请您体验一下包元宵 吴老师 你今天包过吗 没有包过 我这个包元宵 包饺子 我也不会 但是呢 起一点馅 今天还是要把它学会啊 像这样的 要这么滚 对 揉一揉 对对对 这滚了就可以了 您还是内行 好了 OK了 知道吧 教授那个太标准了 教授这个 我们这都露馅了 我这也露馅了 我这也露馅了 你不知道这么好 你说我们又想薄皮大馅 然后又想不露馅 这个很难拿捏 这个多 像吴老师讲 中国经济是要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确定性 对对 经济是这样的 金融是寻找不确定性 因为也不确定性 它的身材就有成长性 如果这个金融产品它很确定 它就没成长性 它就是一个固定收益了 有些人可以喜欢固定收益 有些人是无风险收益 它们产品不一样 它更多的呢 像他们两位应该是寻找不确定性 对 因为不确定性后面的收益率 大大超过固定收益 明白了 这风险的机遇并存 对对对 它有这个圆吧 那就可以 你看现学现用活学活用 您教了之后 这不就成长了吗 用圆的 对对对 好 谢谢 大家都知道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 包括是对于房地产 出台了金融16条 那大家都关心 我们的房地产的动态 是如何发展 有没有一些 更新的一些现象出现 新年新气象 金融系统频出新招 今年以来 上海 广州 苏州等 核心第二线程序的 限购政策 陆续终防 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 快速运转 以城中村改造为代表的 三大工程建设 提速等一系列新政 特别是金融政策 正在为房地产 重点领域输学 推动房地产行业 朝着新发展模式迈进 1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 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出台了关于建立 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 推动房企与金融机构 精准对接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 截至1月底 26个省的170个城市 已建立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 涉及房地产项目 3218个 其中84%的项目 属于民营房企 和混合所有制 房企开发项目 商业银行 接到名单后 已向27个城市 83则项目发房贷款 共178.6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房地产新政 落地见效 金融16条 与房企融资 相支建持续发力 立即房企资金融资 问题将得到有下广解 房地产市场 有望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是老百姓 生活中应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品 特别在2002年以来 中国经济有了快速的增长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也很快速 城市的人口 已经超过50%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会带动房地产的需求 所以价格有了快速的增长 当然会带动了 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 在过去的确涨得太快了 给我们未来 带来巨大的压力 我们中国的未来 在于年轻一代 年轮他们有希望 还要生活得快乐 如果一生就为了一套房子 也是不快乐的 就像吴老师讲 我们房地产 还是要健康有序地 向前发展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的主题是 居者有其屋 我们记者 其实就是在拍到了 金融机构 对我们的存量房 也就是我们的 老城区的房子 如何进行翻新 那么我们的老房 也可以换新颜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小片 我们申请的推特政策 跟原来的拆迁 腾退 都是有很大差异的 就是我们最大的工作难度 是获得居民的理解 有一个客户 我们前后大概去了十次 才最终坐下来好好聊 慢慢地和我们就像老邻居一样 也都成了熟人和朋友 市里领导 街道啊 聚会啊 经货公司 给大家讲 这样的话呢 大家慢慢就接受了 他们的活儿啊 干得好 做工特别细 服务也有耐心 真的是我们对未来的向往 非常好 工作在有条部门的进行中 无论住户们何种选择 他们都坚信 一个更加开放 绿色自信的菜市口 习品区 扑植与初 经过19年退租以后 咱们在一片区 进行初步梳理 是16个院 里边存在一户 或两户的居民 不具备退租的条件 整院的价值 肯定是要比 共生院的资产的价值 要高很多 建行主动跟新生区 进行了一个对接 提出了 共生院的 促整院的改造模式 提供了资源和资金的支持 为探索核心区 平房院落保护的 新模式新入境 建行北京分行 与金恒峰走到了一起 携手合作 探索全新思路 建设银行通过 住房租赁 加城市更新的这种模式 提升蔡西区价值 建行在全市各区 有六万余套 长租房源 所以他们当时 就提出了 换租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我也很想 申请退租 因为那个院 基本上都搬走了 就剩我一个 后来建行 根据我的要求 给我提供了 几间房子 换租的选择 这就是 在建行的帮助下 然后换的房子 现在房子 比以前的 那个面积更大了 住起来更方便 更舒服 通过引起合作 一方面 杜先生住上了 理想的新居 另一方面 建行将腾出来的院子 介绍给优质 对公客户 以银行资本为主 以平移 置换 换租等多种方式 实现促语院 通过多方共同协商 实现共赢 最大限度解决了 现有政策的盲点 节点问题 依据人们的需求 建设共享配套设施 长足公寓 文创空间等 分制派来 引起合作的工期实践 必将迎来 采取过 西片区的复兴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市分行 特约播映 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 我们的蔡西 比较早的一些 城区的状况 现在我们有了 金融的扶植 进行了非常大的 这种改变 给我们百姓生活 也带来了变化 这个旧房改造 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改变 一种观念 就是把一些 成量的 过去建的一些房子 要爱护它 也就是要尊重历史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民主 它要富起来 不是靠流量的 靠今天赚了多少钱 更多的是靠过去 的成量财富 得到有效的保护 能够很好的积累 所以这样 这个社会 才进入到良性性化 北京是一个 有历史的承受 四合院虽然有一点破 但是你给它稍微的维修改造一下 我认为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 我是赞成对成量要进行保护 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把这一些 存量的旧房呀 卫房也好 能够通过资本的服务 资本的创新 金融的创新 然后能够让它旧末 换新颜 能够更适合居住 我觉得这个 这类产品 还是值得推广 居者有其屋嘛 我们本身这种 无论是老城区改造 还是像各个银行 出台这些政策 三支建 保交楼 各种的政策扶持 其实最终的目的 并不是支持这个房地产企业 这目的是为了 照顾百姓 让百姓免除后顾之忧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 还是值得鼓励的 我们未来 还是要看这些房企 包括一些金融机构 他们的内工修为 以及他们是不是 真的服务百姓 就像是我们今天的 特别节目是包元宵 我们一定要有包容之心 只有慢慢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让融合 才能包得越来越远 不能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我觉得 从我自身而言 未来我觉得 最大的一个关键词是 BOLO 请吴老师 吴教授指教 就刚才我实际了三个 我觉得 你别看这里面 有很多哲理 第一个呢 当然你 很重要的 你那个心要适度 你不能搞得太忙了 是的 太忙了就是目标太大 它这个皮包不住了 目标和能力要匹配 甚至目标比能力 还稍微低一点会更好 第二个就是要有耐心 我看做事就能做好了 这对我未来也是一个提醒 像您说的 吻字当头 是吧 范总 我现在最想说的两个字 其实是信心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这个地位相对来看 是没有哪个国家能替代的 这就是咱们说的 经济的韧性所在 比如说咱们的制造也环节 比如咱们的高铁 咱们的航天 咱们的核工业 是吧 咱们的新能源汽车 这个是咱们的 就是资本能源发展 基本上还是在全球有优势的 从这些基础的角度来看 这信心还是很足的 许总 我选择平安 这个平安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创业者 他们背后 有我们一些善良的资本的加持 帮助他们实现资金 节约这个短期内 是可以发展的一些 宏伟的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有证监会 包括科创板 支持科技创新企业 另外就是像我们各地 都出台一些政策 完善我们的营商环境 打消我们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平安 像许总说的 我们上下齐心事才能办好 为有房者委房 为无房者安家 我们刚才从小片当中 已经看到了 我们在北京城区当中的 一些胡同里边的居民 可以说是喜上眉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很多年轻一代的 这种打工的人群 我们在北京 能不能租房也变得很时尚 北京一个博大包容的城市 一个追梦圆梦的起点 无数人满怀希望而来 也有无数人因高昂租金 而心怀沮丧 而城中村作为房租低价优选 一直努力满足城市 不断攀涨的居住需求 但也难掩起脏乱差的通病 大兴区西洪门镇金兴庄村 农民自建房零散式出租 品质难以保障 安全隐患突出 服务城市建设 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传统优势 在北京市政府 大兴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建行旗下的建信住房 通过与西洪门镇政府合作 批量收持金兴庄村民手中自建房 并进行改造后出租管理 项目以收持宅院49栋983间房源 为城市新市民 青年人 新业态人群等住房困难群体 量身打造35平米以下 性价比高 安全可靠 功能完善的高品质租赁住房 为有房人礼房 为无房人安家 无意中看见这边有房 然后我就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一看是就是这种环境 我感觉还挺好的 然后就搬到这边来了 以前合租的就感觉 洗澡上卫生间什么的 觉得特别不方便 来这住的话 一个是自己整租 就是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点咖啡 然后可以那坐着 没事看护书 然后三楼健身房也去 就是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给我管家发微信 他就帮我解决了 作为北京分行和建信住房北京公司 协同打造的首个宅基地改造项目 金星庄项目所有房源均采用智能门锁 知名家电等智能家居 进享金融科技赋能的品质生活 我们家现在就是三层 一二层我交给他们了 三层我们自入 我这房子是2020年 11月一冷的时候交给他们的 交给他们 他们都重新装修了 比咱们就原来的那个 就是一个是也美观了 也安全了 金星庄宅基地改造项目 通过统一收房 统一改造 统一出租一条农服务 使得农民宅基地闲置房屋 成为北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第六种来源 通过集中收持和改造 金星庄项目 助力地方政府 推动社区综合治理 流动人口管理等 优化乡村治理 改善村荣村贸 帮助追梦的新市民青年人 留在北京安居乐业 建设现代美好生活 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刚才我们从小片当中 已经看到了 就是很多在北京的 租房的一些年轻人 马上元休节结束之后 要回到工作岗位了 可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安排 也是大家心里 特别敞亮的一种状态 不知道吴教授 您对于北京的这种 租房政策怎么评价 如果国家有一部法律 有一部政策 比如五年 农安居 人请不吝点赞 民anced地 全国商い 谢观看 人请不吝点赞 购学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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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举的住房制度 房地产金融16条等措施将继续满足各类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为优质、房企、房地产开发、销售、保交楼等环节 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重点领域提供融资支持 这些说话的这位名叫刘秀全 是北京大兴区 廊伐二村的党支部书记 也许您会问 他眼前不是一片 什么都没有的空地吗 怎么就成了四座大楼了呢 刘秀全所说的科创中心 正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9月份刚刚支持的 大兴区黄村镇廊伐地区 集体产业用地科创中心项目 因为我们这块土地 有900亩都是我们的 那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出上出来 做这个科创中心以后 自己变成股东了 那收入上会有什么变化 应该每亩地的收益 应该是比以前 应该翻一倍 翻一倍吧 大兴区黄村镇 廊伐地区集体产业用地 科创中心项目 位于北京大兴新城廊伐 集建地 位置紧邻南五环廊伐出口 京凉路 北侧为廊伐城市森林公园 占地总面级4.39公顷 总投资24.8亿元 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完工 而如此大规模的项目 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能建成 这离不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北京市分行 大兴支行的支持 资金切口呢 当时我们超算的 大概是在16个亿之间 农发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们的需求以后 也是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农发的委派专人 跟我们对接 以最快的速度 帮我们把整个手续审核完 近年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北京市分行 积极打造农地银行品牌 什么是农地银行呢 就是为了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提供资金 叫农地银行 为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投入了大量的政策性信贷资金 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北京市分行的大力支持下 一年后 这里将变成 即商务办公 科技研发 产业独栋 配套服务等为一体的 绿色产业综合体 建成后 每年产生30亿 税收 一个多亿 为村集体 带来的租金收入 大概也是将近 一个多亿的租金收入 自从国际科创中心的项目 开始实施以来 刘秀全隔三差五的 就会到这片土地上 走一走 看一看 一想到建成后 村民们都变成了股东 不但增加了收入 还解决了就业问题 他的心里 美滋滋的 其实我们都提 乡村振兴的概念 我们看到很多农民 有了这种新的项目和收入之后 也是喜上眉烧了 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最后是要看农村的 要看农民的 你光是北京 上海 深圳 那只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去 最后我们还是要落实到 农民和农村 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一条 中国的现代化的之路 就是让我们的农民 农村 如何发展起来 这里面对他们土地的确权 资产如何能有效的利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看我们这个片子当中 因为他想搞的是这种 国际科创中心 您觉得金融科技的结合 在这儿是不是给我们 带来很大的益处 就产业本身来说 金融科技是中国金融 现代化的重要的着力点 因为中国的金融的发展 一个是脱媒 这个脱媒主要是叫区中间化 脱媒之后主要是 金融市场就开始发展了 那么这个头就意味着 就是金融的业态也发展变化 金融的结构也发展变化 资本业态的多样性 就开始出现了 金融的未来来自于脱媒 跟来自于科技进步 所以说你要做金融科技很重要 但是我还是要强烈 要尊重农民 要尊重他们的权益 咱们现在还是个 城镇化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大部分的 农村的人口的话 他在迁移到城镇的 过程当中的话 解决他的后顾自由 也不让他的地荒了 所以这里面要解决 存量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这部分的存量到底做什么 很多地方一开始 做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做一些 物流的仓储 或者一些资源交换的 一些中心 甚至这些互联网频团的 一些中端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短期内可能是有些效果 但是长期的话 可能相对的收益 是回归到均值 那么可能不太利于增量 还是一定要结合 当地的资源禀赋 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但更多的 还是具体务实的精神 我们可以把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办 更放心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在过去的这个几次 工业革命当中 大家都以为是技术带动的 其实是金融带动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 您觉得中国现代化的 金融之路 该怎么跟技术结合 科技进步 推动产业的升级迭代 其中金融创新 起到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 新金融变成新产业 不是一番负心的 它需要金融创新 去帮助它 分散风险 浮化它 才能慢慢成长起来 这就是在 这四次工业革命 金融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创新 四次工业革命 有不同的金融业态 在帮助它 都推动经济发展 科技的进步 需要金融穿新的福祉 新的科技的出现 都是靠资本来推动 所以我们金融界资本 确实也是立足于这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说 在投资方向上 我们还追着贯彻 国家大战 因为今年布 数字经济的数字抵弱 平等人员里面的 硬科技 智能知道方面的硬科技 而投的都是偏 科创科技这么个属性 我们这么几年投的 基本上都是解决 国家的某个领域里面的 短板卡脖子的问题 您看我们今天 看的小片当中的 很多的人 有老人 然后还有年轻人 还有我们的农民朋友 都非常的开心 那么马上就到了 吃汤圆的环节了 希望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块来共享 还是很甜的 和和美美 最后就想 各位我们再用几句话 我们对中国经济 有一个展望和预期 我是用十二个字说 修复机制 恢复信心 稳定预期 我想这三个里面 它特殊说到我们的重点 一个是法治和市场化的改革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 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 各项政策 让它走入正轨 第三个呢 是要有长远的眼光 要继续地推动改革开放 未来中国经济 能联合充满的活力 我觉得核心 还是来自于 我们末端的 每个微观的个体 每天雪花 你都够睡起来 那么我们想想 经济肯定 它就是有这个活力的 把微观个体做好 企业就好 我们的国家自然会好 一定要保持一颗向上 向善的一颗心 这个是心于细心的基础 所以我们一定 还是要修炼内功 我们经济要有韧性 前提就是我们人要有韧性 人要有韧性的基础 在于我们要不断地 精进学习 不断地去提高 自己的认知 有信心 有底气 有视野 我们才有新生活 那既然已经说了信心了 那咱们就上宴台 让吴老师给我们提字 好吧 一字点题 我写一个旺 这个旺啊 实际上是有期待 期望 希望 希望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 能够发动发展 谢谢 谢谢 谢谢吴教授 过了元宵佳节呢 就是出了这个年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用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努力 把年这只怪兽 我们把它驱走 那未来呢 我们就可以顺顺利利 甜甜蜜蜜了 好的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 金融街午餐会的特别节目 咱们大元宝 过元宵 成功 感谢吴教授 感谢二位嘉宾 谢谢 谢谢